中华白海豚是中国大陆 香港及台湾等政府 公告的濒临绝种 一级保育类野生动物 全球仅存4000多只 而且族群数量 有逐渐下滑的趋势 是最宾伟的海豚之一 它的未来 将如何继续呈现 在我们的眼前 就取决于我们的一念之间 保育白海豚 多半牵扯到 国家经济发展的敏感议题 因为白海豚 喜好在河口附近生活 而这些地方 也正是工业开发的首选之地 所以白海豚从出生开始 就面临比其他同类物种 更多的生存挑战 更多的生存挑战 2008年 国光石化科技园区开发案 备受争议 预计在西亚岸填海造路 4000公顷 因为影响层面广大 总共召开5场专家会议 其中对白海豚生态气地的影响 是最受国人瞩目的一项 国光石化科技园区开发 国光石化科技园区开发 是不会影响中华大海豚 而不听所谓的国际专家 跟相关的学者专家的警告 说有可能导致大海豚的灭亡 那今天等于是 这个怀疑就是在判中华大海豚的死刺 他刚才说的都不对 赤识石化工厂喔 我光是四十五 人是职加坡 三个人 三个人就反平贵 这个事情没关系喔 海岸线被侵死没关系 一直赤识化工厂喔 你这里有向来的我们来看看 找找找找吧 脱网是威胁海洋最严重的余老法之一 作业时 网板及选择较差的网目 会影响海底生态 容易混过幼小的鱼类 王健平教授 是台湾救护割浅鲸豚 及鱼类研究的专家 究竟脱网鱼法 对八海豚的食源有多少影响 我们大致上 从西南沿海的 抵托或是六次丸的鱼货里面 可以看出来将近有20%到30% 是Bioton常吃的这些食物 鱼民是在静岸的鱼货 会有比较直接冲突 转向转向 周莲香教授研究团队 在台湾西海岸 与金门等地 以进行多年的中华 八海豚族群生态调查 这么多年来 我们发现它的出现 大致上就是在苗栗的北界 一直到台南的北边 江军港这个地方 这么多年来资料里 其实多的时候 你看密密麻麻 一条线 好像一条线全部都有分布 所以乍看就觉得说 跟河口不是有这么明显的关系 那于是我们分析之后发现 台湾有两个热区 就它们分布的密度 比较多的地方 就从苗栗的南边 一直到台中的南界 那还有一个区域就是在 麦寮港以南 到外山体的南界这个地方 我的认识的 但是2002年就看到这只海豚 这张照片是2009年6月拍的 它还蛮健康 可是到9月25号 我们在沙滩找到了 搁浅的时候它已经非常瘦 这只是已经蛮老了 可能是台湾的其中一只最老的海豚 别的科学家做解剖的检查 讲它是一只母的 使了一只这种老的海豚 特别是母的 可能会影响到 剩下的那个族群的社会结构的一些问题 所以在2008年 国际联盟公告白海豚 就是台湾的白海豚快没有了 就是只有七八只只而已 抢证白海豚政府要加快 抢证白海豚保育不能慢 抢证白海豚政府要加快 抢证白海豚 保护白海豚 保护中华白海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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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唯有历经不断的挑战 提升演奏技术 才能获得真正的成长 台湾的白海豚保育运动 何尝不是这样开始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